海運獲利大爆發 國內龍頭長龍 去年大賺超過兩千三百九十億 但三十號召開股東會 通過配發十八元的現金股利 還有六成的現金減資案 除了配息以外 每股將退還給股東六塊錢 其實以長龍目前現況 看起來公司派跟市場派 其實都是家族之爭 但是以長龍本身的體質來說 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公司 我相信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不過短期的這個股價的波動 假設投資人股價一百五十元 買入一張一千股的長龍海運 會拿到減資退還的六元現金 還有今年的配息十八元 一共二四元乘上一千股 總共兩萬四千元 估算減資後的股價三百一十五元 當減資後上市股價低於三百一十五 投資人等於賠錢 減資之後長龍海運可能搖身已變成為每股三百元左右的高價股 不過專家分析對小股東來說 未來可能會面臨石油股數降低 高價股流通性差等等的衝擊 再加上現股當沖多投資人需要留意 現金減資在返還表面上看起來是給錢 但其實是領回本就屬於自己的錢 對持股少的小股東來說 恐怕是徒增困擾 三立新聞 黃新城 神話以台北三方報導